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声朗读 我是小韩老师 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内容好不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我们开场 晚上好 我是小韩老师 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十八天 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内容 好我希望小朋友们都跟着老师 一起来大声朗读好不好 好的准备好了吗 第一篇的内容叫做 什么有腿不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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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没腿有九州 什么有腿有丢嘴 什么有嘴不说话 什么有嘴不说话 什么没嘴之牛牛 什么没嘴之牛牛 车子没嘴之牛牛 很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篇的内容吧 这一篇呢也是像一个绕口令一样的 需要我们的速度比平常稍微快一点点 好不好 盆和平 桌上放个盆 盆里放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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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盆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不知是平碰了盆 不知是平碰了盆 还是盆碰了平 我希望跟读的小朋友声音再大一点好不好 因为老师只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如果你们小小声了 那老师一点反馈都听不到了好不好 好 接下来这一篇呢非常的优美 名字叫做赤乐歌 赤乐川 赤乐川 鹰山下 鹰山下 天似穷炉 天似穷炉 拢盖四野 拢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天苍茫茫茫 风吹草地陷牛羊 风吹草地陷牛羊 真棒特别的好 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篇 这一篇呢是一首俏皮童谣 可搞笑了 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叫做 东西街 东西街 东西街南北走 东西街南北走 出门看见人咬狗 出门看见人咬狗 拿起狗打砖头 拿起狗打砖头 又怕砖头咬了手 又怕砖头咬了手 嗯这个内容可真是搞笑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 接下来呢是一首唐狗 名字叫做鸟鸣剑 鸟鸣鸣剑 唐王为 人咸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夜出京山鸟 十明春见钟 十明春见钟 很好,大家读得都非常的清晰 好,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是一首现代诗 它是一位智力的诗人写的 诗的名字叫做对星星的诺言 对星星的诺言 星星睁着眼睛 星星睁着眼睛 睫毛眨布纸 睫毛眨布纸 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 有这么多颜色 有这么多颜色 有蓝有红 有蓝有红 还有紫 还有紫 好奇的小眼睛 好奇的小眼睛 彻夜争着不睡眠 彻夜争着不睡眠 嗯 玫瑰色的黎明 玫瑰色的黎明 为什么要抹掉你们 为什么要抹掉你们 很好这首诗真的很美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是 偶然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亚异 你不必亚异 更无需欢喜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然后呢这首诗呢还有下半部分 我们继续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 在这交汇时 互放的光亮 互放的光亮 很棒 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内容 接下来又是一首唐诗 名字叫做八正图 八正图 唐杜甲 唐杜甲 公盖三分国 公盖三分国 名城八正图 名城八正图 江流石不转 江江流石不转 遗恨诗吞吾 遗恨诗吞吾 很好 接下来又是一首俏皮的小诗了 名字叫钓鱼 钓鱼 钓鱼 天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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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的回家吧 钓鱼的回家吧 你的妈妈在等你 你的妈妈在等你 鱼儿的妈妈在等他 鱼儿的妈妈在等他 非常棒 我们继续下一首 这首名字叫做找朋友 找朋友 请大家都站起 请大家都站起 我的朋友在哪里 我的朋友在哪里 123 321 123 2 321 我的朋友就是你 我的朋友就是你 嗨嗨就是你 嗨嗨就是你 咱们一同做游戏 咱们一同做游戏 很棒 同学们读的都非常的棒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啦 这首的名字叫做 摇篮 白帆带我到处玩 白帆带带我到处玩 很好 很好也要跟老师学 好我们继续 这首呢又很俏皮了 内容又特别的搞笑了 来 稀奇真稀奇 稀奇 稀奇真稀奇 稀奇真稀奇 麻雀踩死老母鸡 麻雀踩死老母鸡 蚂蚓身长三尺六 蚂蚁身长三尺六 八十岁的老爷爷 八十岁的老爷爷爷 坐在摇篮里 坐在摇篮里 这首颠道歌 真俏皮 真可爱是吧 好了 这么快 我们今天大声朗读的时间就到了 今天呢 我和十五个小朋友 一起大声朗读了 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谢谢小朋友们的到来 我们明天再见啦 我觉得我很 感动 我觉得我很激动 好的